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当着爸妈的面对我亲亲热热 挽着我的手笑得一脸天真无邪 我一直都想有个妹妹 这下终于成真了 她妈撒了一下我的手 夸张地叫了一声 宁宁 你的手怎么这么粗糙 她上下打亮了我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鄙夷 而且你这衣服多少年没换了 都发白了 我还有很多件没着穿过的衣服 待会来我房里随便跳 她的笑容天真无邪 像急了一个善良又不安事事的大小姐 但背对着爸妈时 她眼里的挑衅和不屑一览无语 我扫视了她一眼 精致的妆容和发型 全身都是奢侈品 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贵气 一看就是从小被抚养长大的孩子 她以为会让我自卑 感到自残行贿 不 我握紧了拳头 心里涌上深深的嫉妒和酸味 因为我上辈子是一个柠檬精 平等的酸 每一个在我面前炫耀的人 她们炫耀财富 我就去挣钱 只有挣得比她们多才罢休 她们炫耀美貌 我就疯狂修炼打扮 立志成为最美妖怪之手 她们炫耀对象 我就物色更加优质的男人 结果还没找到 雷杰就把我劈死了 再次睁眼 我转世成了一个婴儿 开局就被丢在了垃圾队 我娃娃大哭了很久 终于吸引到了一个捡垃圾为生的老奶奶 她把我带回家 养到我12岁后撒手人寰 从那之后 我只能边上学边卖废品 邻居们对我多加照顾 不仅经常接济我 还轮流帮我交学费 每笔钱我都打了欠条 也为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例如在她们加班的时候 帮忙做饭 照顾宠物 打扫房子等 久而久之 她们看我的眼神 比亲生孩子还小慈爱 我也成为了孩子们的噩梦 作为一个柠檬精 被人羡慕嫉妒恨 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高考是人生的分界点 确实 我刚走出考场 就一脸猛逼的 被一对豪门夫妻 带去做亲子坚定了 就这样 我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妈拉过我的手 眼里满是愧疚和心疼 宁宁 这些年苦了你了 以后爸妈会补偿你的 我爸也一副 要猛男落泪的样子 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让我有些不自在 但并不排斥 这种血缘的羁绊 是我前世没有的体验 如果这对爹妈拎得亲的话 还是能相处下去的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田田就要做妖了 她轻咬红唇 眼里迅速蓄满了水雾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都是我的错 是我抢了妹妹的生活 如果她抽噎着 泪眼汪汪地看着爸妈 如果妹妹心有芥蒂的话 我还是离开吧 爸妈眼里也浮现出不忍和心疼 毕竟是养了18年的女儿 我爸立马开口 田田 你别多想 你们两个都是爸妈的心头肉 不会厚此薄彼的 我妈用胳膊捅了她一下 给她递了个眼神 她看向我这边 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气氛一时间凝滞下来 我反倒放下心来 这夫妻俩还是顾及我的感受的 爸妈 我没意见 田田姐毕竟是 你们养了18年的孩子 我理解 他们双双松了口气 但我的乖巧 让他们更加心疼和愧疚 好孩子 以后爸妈护着你 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 余光里 田田死死揪着裙摆 眼里闪过一丝寒意 田田把我拽进她房间里 门关上后 她上演了穿剧变脸 毫不掩饰的鄙夷 和不屑明晃晃地挂在脸上 她环抱着胸 上下打量我 你是亲生的又怎么样 一身寒酸样 还不是上不得台面的样子 她拉开了衣帽间的衣柜 无数奢侈品整齐地排列着 彰显着主人的高贵 看到没 我一个包就够你捡废品一辈子了 就算我不是爸妈亲生的孩子 但我从小陪在他们身边 你猜他们更贴心谁 她傲慢地勾了勾唇 洛宁 不要以为进了豪门 就能山鸡变凤凰了 有些眼界是你永远达不到的 劝你认清这一点 不要企图撼动我的地位 否则倒霉的只会是你 听懂了吗 我淡淡开口 说完了吗 你嘴太臭熏到我了 幽门罗杆军还没治好吗 她瞪大了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还有脸在这狗叫 要是我真想做点什么 你以为你还能在这个家待下去 纠战雀巢 你是心高气傲 敢招惹我 你是生死难料 说完 我非常潇洒地转身离开 无视甜甜气得要吃人的表情 一走出她的房间 我立马面容扭曲 双手紧紧握拳 她的衣帽间堆满了奢侈品 酸得我浑身发抖 好极度 我要把爸妈的爱全部抢过来 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成为爸妈最爱的小棉袄 抓住爸妈的新第一步 先抓住爸妈的胃 凌晨五点 我起来给老田夫妻做早餐 实不相瞒 我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厨艺 吃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夸的 耗时两个小时 一桌丰盛的早餐就做好了 七点爸妈准时下楼 好香啊 陈怡 今天做了什么 陈怡是家里的管家 她在厨房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瞬 连忙跑过来制止我 小姐 这些都有专门的厨师去做 您不用亲手来的 我笑着擦把额头的汗 手上面粉也粘了上去 陈怡 没事的 我在家天天做饭习惯了 想让爸妈尝尝我的手艺 她叹了口气 眼里满是复杂 慈爱中又带着怜悯 小姐 您真是受苦了 她是不是脑补了什么 爸妈来到餐厅 看到的就是穿着围裙 一脸堆笑的我 爸妈 请尝尝 她们不敢置信地看着 这一桌家常又丰盛的早餐 我妈看向我 这是你做的 陈怡笑容慈爱 小姐五点就起来做菜了 这份心意真的难能可贵 真羡慕先生和夫人 有个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 我爸咳了一声 故作严肃 家里有庸人的 哪用得着你做饭 但眼里的笑意和赞赏 却怎么都压不下去 我在心里给陈怡点了个赞 真是个好助攻 这不是想让爸妈尝尝我的手艺吗 我边说边轻易地拉着他们坐下 试探地尝了我做的阳春面后 夫妻俩眼睛顿时一亮 吃饭速度明显加快了 等他们停下筷子后 桌上竟然没剩多少菜了 我爸打个嗝 意识到什么之后有些不自然 我妈严余地看着他 你爸平时可挑食了 今天都是破天荒吃正多 他哼了一声 我当然得给我女儿面子了 好好好 不过宁宁这厨艺 真的堪比大厨了 怎么练的呀 我羞涩一笑 因为奶奶要去捡废品 所以我八岁 就开始垫着凳子开始做饭了 经验比较多 他们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取而代之的是 恨不得半夜起来 扇自己两巴掌的愧疚 我又脑补了什么 我妈性情中人 当场落下了热泪 并递给我一张卡 好孩子 你受苦了 这卡里有一百万 随便花 别心疼 我爸看了他一眼 不甘示弱地 又递了一张卡 宁宁 我的副卡 不限额度 花多少我都养得起你 我妈擦干泪 慢吞吞地瞪了他一眼 我欣慰地感受他们之间莫名其妙的胜负欲 不愧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总之抓心计划第一步完美成功 田田下楼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一幕 他指甲嵌入掌心 钻得发白 眼里的怨恨几乎掩饰不住 我挑衅地迎上他的视线 有什么阴招尽管使出来 我柠檬精两辈子了 还没怕过谁 田田下楼后 原本温馨的氛围顿时有些凝滞 他强撑着扯了一抹笑 怎么吃早餐不叫我呀 爸妈表情顿时一僵 有些不自在地对视一眼 来了 抓心计划第二步 成为爸妈的嘴涕 不让他们为难 我一脸无辜 田田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庸人说你平时十点才起床 如果叫你的话 你要发火的 所以我没准备你的早餐 田田姐 你不会生气吧 她脸都绿了 生生抑制住眼底那抹恨意 将笑着虚语尾夷 怎么会呢 妹妹不用在意我 我吃午饭就好了 不过姐姐还是注意些哦 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 你已经很瘦了 不用刻意减肥的 我爸看我的眼神 越发慈祥满意 田田啊 宁宁说得对 你都快瘦成竹竿子了 还减什么肥 以后跟我们一起吃早餐 听见没有 田田委屈地看向我妈 但这次我妈没惯着她 你爸说得对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 她咬着牙 知道了 爸妈出门后 田田立刻一副要吃了我的表情 她压低声音 骆宁 你以为耍些上不了台面的把戏 就会撼动我在爸妈心中的地位吗 太天真了 我搓了搓手里的两张卡 招不再高 有用就行 想当年我是最看不惯绿茶经 这幅阴阳怪气的一套了 但所有人都站在她那边 我酸味上头 寻遍名师 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成为远近闻名的阴阳大师 从此绿茶经见了 我都要绕道走 田田这杨凤英维的小把戏 都不够我看的 她看着我手中的卡 眼里的肚恨 几乎要化成实质 洛宁 我会让你在这个家待不下去 走着瞧 她阴沉地盯着我 转身离开 我摇位摇头 纠战雀巢还敢这么嚣张 谁给她的勇气 成绩出来那天 我们家围满了招生办的老师和记者 请问洛宁同学有目标院校吗 看看我们清华 北大好呀 北大风景好 洛宁同学 请问 当了是状元 有什么敢想 爸妈从一开始的猛逼到震惊 再到得意洋洋 他们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等脚步虚伏地送走他们之后 我巴一巴掌拍到了脸上 慧如 你快掐我一把 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妈好笑又无奈地看着她 毫不留情地朝她手臂捏了一把 客厅里顿时传来杀猪般的叫声 是真的 哈哈 做梦都没想到我田馆 能有这么出息的女儿 真给我长脸 她狠狠地亲了我妈两口 慧如 我爱你 我妈脸色通红地推开她 撑了她一眼 孩子还在呢 我捂着眼 我没看见 你们继续 在我爸豪迈的大笑中 我上了楼 田田一脸阴沉地站在楼梯间盯着我 你现在很得意吧 我黑黑一笑 你要是考了个是状元 肯定比我还得意 她被我噎了一嘴 敢怒不敢言 我哼着歌诗诗然回了房间 第二天我爸 包了个大酒店 大摆宴席 我的高中全班同学都被请了过来 当然 还有我的邻居们 老远就听到了苗叔的大嗓门 闺女 你真是太出息了 苗叔两口子住在我隔壁 经常给我送水果和营养品 简直把我当亲女儿 苗可哀怨地挽着我的手 你不知道 我爸在家天天拿我跟你这个卷王笔 烦死我了 我微笑 你不是早就习惯了吗 她笑骂着 捶了我一拳 去你的 苗可是我的发小 也是我小时候的死对头 自从我从人贩子手里 把她救回来之后 她就莫名其妙地 成了我的根替虫 李沈瞪了苗可一眼 谁让你不跟你你好好学学 天天贪玩 她立马像只安春一样 不敢说话了 李沈看向我的时候 却红了眼 宁宁 回到家没受委屈吧 我心软了一脚 笑着说 李沈放心吧 我好着呢 没受委屈就好 这样你奶奶也就放心了 说到奶奶 她慈祥的面容 在脑海中依旧清晰 心脏不可抑制地开始犯酸 要是她还在 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一定很高兴吧 周阿姨走上前握住我的手 宁宁 恭喜呀 我和你陪叔叔都很高兴 可惜她在国外出差 暂时回不来 这不让我把礼物带给你呢 她打开一个红色盒子 是一块精致的手表 谢谢阿姨和叔叔 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以后记得常来看我们呀 我点点头 扫视了周围一圈 有些迟疑地问 阿姨 今天裴然没来吗 她最近好像很忙 我通知她了 要是赶不来 我回家打断她的腿 裴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没人全 三年级的时候 他们家搬到我家对面 第一次见到裴然 我只觉得 她是我见过 最好看的小学生 睫毛卷翘 一双眼睛像黑钥匙一样漂亮 可惜她是个面瘫 而且孤僻得很 见面也不跟我说话 把我当空气 我也不想理她 但是上学路上 看到她被几个高年级的小学生 围在角落里收保护费 还是没忍住出手帮了她 我很会打架 有些同学知道 我家是收废品的之后 纷纷嘲笑我 霸凌我 为了不被欺负 我只能狠狠还手 打到他们不敢惹我为止 暴力不好 但有效 周阿姨和裴叔叔很忙 经常回来得很晚 奶奶就让裴然来我们家吃饭 渐渐的 我们开始一起写作业 一起上下学 几乎形影不离 苗可还因为这时 跟我闹过矛盾 她俩互看不顺眼 我作为中间人很头疼 后来我冷落了他们一天 之后我们就变成三人组了 话说回来 自从我被接回家之后 裴然就很少跟我联系了 微信对话停留在半个月之前 心中莫名生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但是却说不上来 我爸妈给邻居们单独开了一个包厢 给每个邻居都鞠躬道谢 他们认真的听邻居们说我小时候的事 欣慰的笑容中又带着满满的心疼 苗可附在我耳边说 我还以为你爸妈会像小说里那样 偏心假千金呢 看来他们是真的爱你 富婆 我不想努力了 包养我吧 闭嘴吧 这家伙典型的小说后遗症 他黑黑一笑 你那个姐姐怎么样 不会真的是恶毒白脸吧 说曹操曹操道 田田带着几个穿着贵气的富家子女 要舞杨威地走到我们面前 田田 这就是你爸妈找回来的女儿 怎么看起来这么土 我悠悠道 那这点土够买你吗 打头震的红发女嘴角微微抽搐 她对我怒目而逝 田田故作为难 微微 宁宁她刚被接回来 还没救学习礼仪 你们不要跟她计较了 苗可择了两声 还真是小白脸啊 田田脸上难看一瞬 又立马垂眸一脸委屈的样子 不过是一个卖废品的 也敢让田田受委屈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戴着耳钉 桀骜不驯的二世祖 站出来充当护花使者 田田眼里闪过得意 我油言不尽 卖废品 好歹还能养活我自己 但卖你这个废物的话 我还得到贴钱 她愣了一下 你什么意思 苗可笑得花枝乱颤 意思就是你连废品都不如 你个贱人 我冷了神色 一口一个贱人 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 你们为了一个假千金 来挑衅我有什么好处呢 你猜我会不会告诉我爸 会不会影响两家的合作 二世祖神色僵硬 声音明显小了很多 我们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你有没有素质 不好意思 素质不详 欲强则强 苗可饶有兴致地看着 一脸怨毒的田田 咱俩年龄减废品 都能考上状元 有些人却要靠爸妈捐楼 才能勉强上个大学 只能说智商这东西 是由基因决定的 山寨货的脑子 当然比不上亲生的了 你 田田险些没绷住自己的人设 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这里可真热闹 一道巨傲的声音响起 众人骑刷刷扭过头 一个举手投足间 都充满了傲慢的女孩 走了过来 这是江城有名的 骄纵小公主金珍珍 平等地看不上每一个人 金珍珍 你来干什么 田田表情有些难看 金珍珍嘴角翘起 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冒牌或挑衅真千金 这么一出好戏 我不得来看看 嗯 看得出来 她俩机缘很深 田田脸都气红了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带着小跟班狼狈离开了 金珍珍转过身上下 打量了我一番 你叫洛宁 对 我之前有个代购也叫洛宁 不会是你吧 我点了点头 我确实做过代购 为了生计 我不仅减废品 带写作业 还送外卖 送快递 甚至打通了代购渠道 那你为什么不做了 我还挺信任你的 供货商因为林元购 蹲大牢了 田田看到我和金珍珍相谈甚欢 锋利的美甲嵌入手心 面色一片冷遇 高中同学纷纷向我祝贺 现场一片热闹 但我的心却有些空落落的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陪然还是没有来 阳台的冷风吹散我的酒意 让我多了几分清醒 陆川走了过来 他神色复杂 眼里晦暗不明 没想到你真的超过我了 就这么想跟我在一起 我瞪大了一眼 大哥 你没事吧 他是我们高中的校草 以锋利的下河县著称 追求者成群 某天我进教室的时候 一个学妹突然拦住了我 一脸娇羞地 让我帮她给陆川地情书 我顺手给了她 结果就被嘲讽了 她语气冷淡 但眼里却闪过一丝讥讽 洛宁 你是倒数 配不上我 从此之后 我喜欢陆川的消息 就传了出去 她迷妹总是对我阴阳怪气 一个简破烂 成绩还倒数的差声 居然敢肖想陆川 谁给她的勇气 灰姑娘的故事看多了 分不清现实和童话了呗 真可悲 也就是 培然早就通过各种竞赛 保送清华了 要不然校草的名头 能轮得上这个普辛男 我当即酸味涌变全身 凭什么这种玩意 都能考第一 下次第一我当定了 自那以后 我辞掉了一些兼职 开始全力冲刺 一路从倒数考到了年纪前十 陆川看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不对 让我浑身起机体疙瘩 后来才知道 所有人都在传我努力学习 是为了追陆川 因为这事 我还被苗可笑了好几天 培然知道这件事后 一句话堵住悠悠众口 朱玉在前 若您能看上这么个玩意 她果然懂我 大家对比了一下 培然和陆川 再也没人敢造谣了 想到她 我不自觉柔和了神色 陆川至今还以为 我是欲情故纵 天天给我发一些有的没的 被我直接拉黑 若您 之前是我不好 伤了你的心 我们上同一所大学 好不好 我毫不留情 你有病吧 我为什么要跟你上同一所大学 她神情无奈 不要口是心非了 你这么努力 不就是为了跟我在一起吗 好了 我答应了 不要闹了 乖 陆川 你真是光屁股拉末 转着圈的不要脸 跟你说了多少次 我不喜欢你 不信 你说气话 我忍了又忍 转身想走 她居然扯过我的手腕 就往怀里带 忍不了了 我狠狠给了她一个过肩摔 她直接躺在地上嗷嗷叫 实在闲得慌 把你村里厕所都舔一遍 天冷了 没事多盖点土 别瞎蹦打 说完我潇洒离开 留下路川 面容扭曲地躺在地上 几天后 爸妈去国外出差 看到家里那个阴暗爬行的生物 我就闹心 直接回奶奶家住 大家见到我回来都很高兴 周阿姨热情邀请 我去她家吃饭 我也见到了许久没有联系的裴然 她眉眼冷翘 侧颜线条流畅性感 鼻尖上那一点小智 衬得她格外蛊惑 修长白皙的手指 在手机屏幕上清点 似乎没有注意到我 周阿姨咳了一声 裴然 宁宁来了 你还玩手机是吧 她撩开眼皮看了我一眼 看不清什么情绪 洛宁 好久不见 这冷淡的态度 忽然让我心里有些堵 明明以前我们三个人 关系这么好 我扯了一抹笑 周阿姨 我吃过饭了 待会还要去祭拜奶奶 我先走了 你这孩子 我加快了脚步 不知道这股情绪 从何而来 但就是不想见到裴然 结果她追了出来 慢悠悠地跟在我后面 我气闷不已 你跟着我干什么 她散漫道 就许你去看奶奶 我就不能去了 我也是她伴的亲孙子 那你不能改天去 不行 因为今天天气好 好家伙 更气了 那你去吧 我明天再去 说着我就往回走 她拉住了我的手腕 皮肤上传来温热的触感 两人的距离骤然拉近 她黑沉的眸色深不见底 熟悉的清香 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骆宁 你在生我的气 不说还好 一说我就爆发了 我不能生气吗 这么多天你也没有联系我 升学宴也没来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你想绝交也说一声吧 玩什么冷暴力 说着说着 我的声音开始颤抖 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她向来从容的脸上 闪过一丝慌乱 似乎有些手足无措 服了 怎么一到她面前 就这么丢人 我狠狠抹了一把泪 带着哭腔放狠话 绝交就绝交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她猛然将我抱进了怀里 我贴在她的胸膛上 听到了如泪鼓般的心跳 她嗓音微微色哑 宁宁 是我的错 是我钻牛角尖想不明白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不要跟我绝交 好不好 我嗡声嗡气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她沉默了一会 那天升学宴我去了 在酒店门口 看到你和陆川站在阳台上 我以为你们 放屁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我怎么可能喜欢陆川 那个朴信男 她静静看着我 眼里浸出了点点笑意 好 我知道了 所以你就因为误会了 才不联系我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 她却满脸愉悦 一副雨过天晴的样子 其实我知道她说的钻牛角尖 一定不是这个原因 我们太了解彼此了 不过我并不打算刨根问到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无所谓 我会自己去发现 我给奶奶烧了很多金元宝 跟她叙叙叨叨说 最近发生了事 墓碑上的照片没有褪色 她依旧慈祥地注视着我 一阵微风拂过我的发丝 就像她在夸赞我 陪然站在旁边 神情无比温柔 回来之后 苗可站在我家门口 眼里满是幽怨 你和陪然去看奶奶 怎么不叫上我 下次一定 这时陪然的电话响了 她看了我们一眼 然后走到另一头街 我和苗可对视一眼 有问题 果然接完电话后 她就打车离开了 车上我开始无比后悔 咱们为什么要跟踪她 苗可神秘兮兮地说 你不想知道 她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吗 我当即闭了嘴 下车后是一个 跟我们年纪相仿的 漂亮女生来接的她 那个女生面若红霞 看向她的眼神 仿佛有星星在闪 我猛地握紧了拳头 神色扭曲 苗可 那个女生腿好长啊 好嫉妒 她的腿居然比我长 整整五里米 那个女生好会穿搭 好漂亮 好可恶 我看着自己的休闲卫衣陷入了沉思 那个女生平地摔进了裴然怀里 一脸娇羞的样子 裴然还朝她笑了一下 她俩不会正在谈恋爱吧 你说什么 我猛然抬头 顿时怒火中烧 苗可悠悠开口 你果然喜欢裴然 走在前面的男女离得一米远 哪有半分暧昧的样子 被骗了 我尴尬地咳了一声正色道 你知道的 刚刚那是我第二个人格出来了 不是我 她吃了一声 酸了就酸了呗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 你俩互相喜欢 只有你们两个傻子不知道 我瞪大了眼 心脏开始剧烈加速 互相喜欢 修炼几百年了 我仍然是寡王 根本不懂情爱 老树精经常对我叹气 你这么争强好胜 怕是助孤生吧 我不屑地回对 要是他连我的本性都无法接受 那谈个屁 老树精对我气得直冒烟 智者不如爱河 但想到裴然以后会温柔地拦着 女朋友在我面前炫耀 我就酸得浑身抽搐 我咬咬牙 坚定地看向苗可 帮我追到裴然 以后我养你 她顿时双眼放光 保证完成任务 尾随裴然来到了一个做游戏的小工作室 有个男人见到裴然后 一脸激动地把她请进办公室 好在可以透过玻璃查看里面的情况 我们鬼鬼祟祟地躲在发财树后 看到裴然对着一台电脑敲击着什么 她身后一群人全身贯注地看着她 最后爆发出一阵欢呼 所有人都红光满面地拍她马屁 只有裴然一如既往地淡然 那个女生红着脸给她倒了杯咖啡 好事者开始起哄 她娇羞地低下了头 看向裴然的眼里 仿佛含着一池春水 苗可抖了抖鸡皮疙瘩 这个女生一看就是喜欢裴然 你的情敌很强大呀 宁宁 你怎么不说话 她一转头就看到我正在面色扭曲的揪发材树 满地都是叶子 此刻我已经被极度和酸味蒙蔽了双眼 我想要的人必须是我的 回去之后 我和苗可迅速制定了追人计划 晚上周阿姨 照例叫我去他们家吃饭 而我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换上了一身小白裙 再加上我曾经最美妖精的气质 这不得把裴然迷死 一进门 周阿姨就满脸震惊地 拉着我转了一圈 宁宁 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 都快认不出来了 一道强烈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余光瞥见裴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微微勾唇 露出我精致的下颌线 和修长白皙的天鹅景 因为今晚有一个小型连翼 所以稍微打扮一下 跟谁去 清冷的声音在后方响起 我一回头就撞进了一双 深不见底的黑眸中 裴然唇角没有弧度 我敏锐地察觉到 她此刻气压有些低 我眨眨眼 跟可可去呀 听说连翼挺好玩的 周阿姨的视线 在我和裴然面前来回勋询 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笑意 宁宁 大晚上你们两个女孩不安全 要不然让阿然陪你们去吧 裴然没有说话 这就是默认的意思 不麻烦了 可可的朋友会送我们回来的 放心吧 她看了过来 眼里没有一丝温度 嘴角微敏 全身都写着不爽两个字 扑 我们看过去 周阿姨正拼命压住嘴角的笑意 嗑 没事 赶紧吃饭吧 饭桌上 三个人都心怀鬼胎 这是有史以来最沉默的一顿饭 出门后 我正打算关门 裴然单手挡住了门板 眼眸深沉 真不用我去 距离很近 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小的绒毛 无可挑剔的容颜 逆着光 更加蛊惑人心 我慌乱垂下眼眸 真不用 加速的心跳 昭示着真实的心动 久久不能平复 楼下苗可一脸八卦 怎么样 她有没有吃醋 不爽 我点点头 看着确实很不爽 那就对了 让她意识到你随时可能和其他男生谈恋爱 她才会产生危机感 她不愧是恋爱大师 分析得头头是道 我赞赏地看了她一眼 今晚商场随便挑 我买单 落宁万岁 我们故意晚到十二点才回来 没想到裴然就在楼下守着 她倚着路灯 垂眸看着身下的影子 无端多了几分落寞 苗可疑惑到 裴然 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抬起头 半颠脸隐匿在阴影中 看不出情绪 我妈让我来接你们 苗可朝她眨眨眼 那什么 我妈催我了 你送宁宁上去吧 说着 跑得比兔子还快 气氛一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她接过我手里的购物袋 沉默着 掀我一步往前走 楼梯间她突然停下来 悠悠开口 今晚联衣开心吗 我看着满满当当的购物袋 开心 怎么 有看上的男生了 我盯着她的后脑勺 算是吧 什么样的 聪明 沉稳 长得帅 还有 我想了想那天的女生 咬牙切齿到 专一 只喜欢我一个人 她吃了一生 就这 标准这么低 跟谁达不到似的 她熟练地开了我家的房门 把购物袋和我扔了进去 然后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眼光真差 就啪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真幼稚 一日 周阿姨给了我 和裴然两张电影票 宁宁 这是阿姨同事给的 我没空去看 你和阿然去吧 她朝我笑得 一脸意味深长 这部电影叫《烧夏》 讲述三个人在旅途中 相互治愈的故事 噱头挺大的 好的 谢谢阿姨 裴然听到我答应之后 嘴角似乎上扬了一些 电影院里 我们碰到了两个不速之客 田田挽着陆川的手 一脸挑衅地朝我走来 虽然不知道他俩怎么搞上的 但我清楚 就是奔着恶心我来的 陆川看到我一言难尽的表情 还以为我是后悔了 脸上带着十足的优越感 露出一抹快意的笑 骆宁 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我已经和你姐姐在一起了 她比你优秀多了 田田羞涩地依偎着她 眼里满是得意 妹妹 阿川都跟我说了 我知道你喜欢她 但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只能对不起咯 我差点笑出声 她为了隔应我 牺牲也太大了 还得跟普希南谈恋爱 没关系 你俩天生一对 祝福 所死 她表情僵硬一顺 看得出来我的祝福 让她很憋屈 走了 电影要开始了 这时裴然 拿着两杯果茶走了过来 田田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脸色微红 你好 我是宁宁的姐姐 你是她的朋友吗 陆川在死对头面前 被她忽略了个彻底 脸都绿了 裴然甚至都没分给她一个眼神 静止拿过了我的小包 田田笑容有些挂不住 你这样是不是有些没礼吗 我朝她笑得天真无邪 姐姐 不好意思 她听不懂狗叫 裴然文言看了我一眼 嘴角样起浅浅笑意 我满意地看到 她满脸愿毒的样子 心情异常愉悦 对了 差点忘了 我勤着笑 走到陆川面前 她眼睛微亮 笑得自信又油腻 怎么 后悔了 我掏出两张扑克牌 砸在她身上 拿好你的身份证和复印件 她看到牌面之后 脸色瞬间铁青无比 睡前原谅一切 醒后从计前嫌 我夸人的时候可能虚情假意 但我骂人的时候 绝对真诚无比 我错了 我不该答应看这部电影 我和裴然有说有笑地进去 满脸麻木地出来 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 有点日系 中途我看得面红耳赤 根本不敢跟裴然对视 我尴尬地咳了一声 看得出来他们三个人 吻记都不怎么样 裴然眼神躲闪 抿了抿唇 还不忘对我一句 难道你吻记还能比他们好不成 我有些不服气 反正比你好 她勾了勾嘴角 我不信 不服来战 我酸味上头 一把将她按在角落的墙上 盯着她柔软的薄唇 逆了你眼 她正愣一瞬 随机好整以霞的双手插兜 怎么 难道你还真敢 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堵上了 从毫无章法的啃咬刀 慢慢进入佳境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真的好软 她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 付到了我的腰上 灼热的温度传来 让我猛然从沉沦中清醒 我喘着气 耀武扬威 现在到底是水稳剂更好 她久久没有说话 我挑衅地看向她 等等 面前这个面红耳赤的男人是谁 她像是被玩坏的娇花 火烧云蔓延到了脖梗 眼里擒着泪光 鼻尖那颗小痣 让她看上去楚楚可怜 我猛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些什么 顿时开始不自在 我抿了敏唇 你没事吧 她偏过头 带着羞涩 颤声开口 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被美色蛊惑 下意识想说什么 脑海里突然想起苗可的战术 欲擒故纵 现在还有很多误会没有解开 不能不亲不楚地在一起 想到那个女孩 我冷酷开口 现在顶多算是唇有意吧 她急了 你都亲了我 还不对我负责 我瞪了她一眼 祭拜奶奶那天 我看到你跟一个漂亮女生 去了一家公司 你们是什么关系 她思索了一会 试探地开口 你说临撕 她哥开了一个游戏工作室 想让我一起合伙 那天是她哥让她来接我的 她见我没说话 有些急促地 举起三根手指发誓 你放心 我跟她没有一点关系 柠檬不酸了 丝丝 甜意涌上心口 我垂眸眼珠眼中笑意 假意捧着脸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工作室的事情 她摸了摸鼻尖 眼神略过一丝紧张 这是她心虚的表现 因为还没确定 我一开视线 行吧 她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 略带讨好的看着我 那我现在可以追你了吗 看我心情 等等 裴然不肯告诉你 去工作室的理由 苗可一脸八卦地坐在椅子上转着魔方 我十分纳闷 又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高深莫测地思寸几秒 猛然瞪大了眼 我可能知道为什么了 你刚被认回豪门那会 我在她面前感叹了一句 你现在是大小姐 不知道什么优秀的男生才能配得上你 她当时就失魂落魄的 该不会是她自卑了吧 我觉得荒唐 怎么可能 她是众人眼里的天之骄子 怎么会觉得配不上我 苗可悠悠开口 当然是因为你什么都想达到最好 她怕自己跟不上你的脚步 怕你喜欢上更优秀的人 想反驳的话 被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的 小时候因为极度大妈卖的废品比我多 我就整天都在外面捡破烂 就算刮风下雨 也没有一刻停歇 最后拿到的钱比大妈多 我才会心满意足 在大一点之后 有个快递员态度特别差 不仅不送上门还 将快递随意丢在地上 丢件坏件是常识 我气不过跟她争论了一番 她一句你行你上 就让我酸味上头 我利用假期兼职送快递 真诚的态度和服务 收获了一众好评 那个快递员脸色难看无比 最后她被众人联合举报 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 谁挑衅我 我就必须超过她 心里才能得到满足 我想起老树金那句话 你这么争强好胜 怕是助孤生吧 以前不屑一顾 但是现在突然觉得有些困扰 苗可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裴然肯定是想创业成功了 再告诉你 这样就能离你更近一步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她自会扫清一切阻碍 听到这句话 我一时正愣 有人说喜欢蝴蝶 不是抓住她 而要默默种花 蝴蝶被花香吸引 自愿停留 裴然不会指责我要强的性格 她只会要求自己更努力 与我并肩同行 也许我明白喜欢的含义了 那个游戏工作室聚餐 陪然邀请我一起去 美其名约要解开误会 我半信半疑地跟她过去 然后看见了那个漂亮女生林思 林思的表情瞬间由雀跃变成警惕 她故作轻松地问 陪然哥这是你的朋友吗 她淡淡一笑 我在追求她 我诧异地看向她 却对上一双温柔至极的黑眸 藏着深深的浅犬 脸颊温度慢慢升高 好在包厢里纷繁的灯光 遮住了我的异样 我有些不自然地 跟众人打个招呼 他们对我的到来 显然是没想到的 尤其是林思喜欢陪然 包厢里的气氛 变得有些耐人寻味 欢迎欢迎 我叫林昭 陪然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朋友 不要拘谨 我笑着点点头 其他成员都很热情 除了林思 她脸色难看至极 明显是把我当成情敌了 视线多次落在我身上 带着忌惮和探究 让我想忽视都难 林昭见状有些尴尬 低声跟林思说了些什么 她紧了紧拳头 垂下眼睫 聚会必备 真心话大冒险 原本对这些游戏 都不感兴趣的陪然 今天却主动参加 啤酒瓶第一个赚到的 就是她 林昭倾壳一声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她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唇角微微上扬 真心话 林昭咧嘴一笑 为什么最终决定来我们工作室 其他成员一脸失望 什么吗 就不能问点劲爆的问题吗 谁家好人问这个呀 不会问让我来问 我要知道她裤衩子的颜色 林昭有些挂不住面子 唬着脸嚷嚷 你们懂什么 都给我闭嘴 陪然沉默了一瞬 缓缓开口 一部分是因为我 比较看好你们工作室 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有眼光 更多是因为 我想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这样才能配得上我喜欢的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的黑眸中 阴晕着炙热的情愫 烫得我不敢跟她对视 大家又开始起哄 干脆不完了 一直问她 你小学暗恋的人是谁 骆宁 你中学暗恋的人是谁 骆宁 你裤衩子什么颜色 陪然兴兴闭了嘴 给了这个不正经的成员 一个眼道 一直沉默的凌丝突然开口 要是你喜欢的人 不喜欢你呢 她垂眸喝了口酒 指负妈撒着酒杯 眼神危暗 那我也会一直喜欢她 直到她喜欢我为止 凌丝醋眉 提高了声音 那要是她永远也不喜欢你呢 你就不能看看别人吗 我无言以对 就当我是隐形人是吧 当着我面挖墙脚是吧 行 我双手捧着陪然的脸 在其他人的惊呼声中 印上她的薄唇 尝到了微色的酒味 我朝林丝挑挑眉 谁说我不喜欢她了 不好意思 我们是双向奔赴 林丝气得都快哭出来了 陪然被我亲得浑身僵硬 她嗓音低哑 凝凝 我握紧她的手 揉声开口 我们回家吧 她双眼睛亮 乖乖点头 林丝吸了吸鼻子 若宁是吧 你要是对她不好 我可是会抢过来的 我第一次那么喜欢一个人 呜呜呜 这给我整不会了 我试探到 你放心 快走快走 看见你们就烦 臭情侣 没眼光 她趴在林丝身上 哭得伤心不已 林丝无奈地拍了拍她的背 以为是白脸 原来是个傻白甜 出来之后 陪然嘴角的弧度 就没下来过 酒一上头 她的眼尾染上一层浅浅的红韵 她紧紧牵着我 不肯放手 仿佛一松手 我就会消失似的 宁宁 你说喜欢我是真的吗 我没好气到 我洛宁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怕这是一场梦 我又气又觉得好笑 当初你真的是怕配不上我 然后打算自己悄悄努力 再来追我 她不好意思地偏过头 对 是我钻牛角尖了 宁宁 对不起 我抱住了她 笨蛋 喜欢是没有条件的 你不是我用来跟别人攀比的物品 哪怕你什么也不做 我也无条件喜欢你 但我会一直支持你 无论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 一滴滚烫的泪落在我 她颤抖地将我揽进怀里 声线轻颤 宁宁 谢谢你 变故抖声 一辆失控的面包车朝我们撞过来 我瞳孔皱缩 拽着裴然往旁边跑 面包车撞空之后 转了个方向 紧接着继续朝我们撞过来 这是一场预谋 裴然将我紧紧护在身后 面色一片冷寒 我扯了扯嘴角 应该是冲我来的 她声音沙哑 鹅脚渗出了冷汗 宁宁 别怕 我会保护你 我指了指一棵大树 爬上去 她艰难且笨拙地爬了上去 在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 我也快速爬了上去 伸手堪比 峨眉山上的猴子 我发了条消息 OK 等一分钟 裴然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你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勾勾唇 一副运筹帷幄的从容样子 豪门水这么深 我当然得找几个保镖贴身保护了 回家第一天 我知道田田这个疯子 肯定会苟急跳墙 什么都做得出来 就第一时间找了几个训练有素的保镖 我柠檬精树敌无数 拉仇恨第一人 当然得有点防身手段了 要不然早就被那些妖怪撕的皮都不剩 田田在我面前还是太低级了些 保镖们果然给力 不到一分钟 几辆炫酷的黑面包车就围住了肇事车 肇事者刚想跑 就被凶神恶煞的保镖按在了地上 我从树上爬下来后 嚣张地向个反派 谁派你来的 他咬着牙死活不开口 我喝了一声 转头打了个电话 爸妈知道这件事后 连夜买了机票飞回来 肇事者被扭送警察局了 而我也找到了田田 他正在爸妈送给他的房子里 和路川腻歪 开门的时候只围了一箭雨巾 见到我的时候 他慌乱一瞬 随即抱着胸装作不耐烦的样子 你来干什么 我咧嘴一笑 递给他一份逆封文件 我送快递的 小贱货 麻烦签收一下哦 他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 狠狠将文件摔在地上 我也不生气 好心劝他 你还是看看吧 要不然怕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我离开之后 身后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 带着浓烈的恐惧和不甘 爸妈回来后 急忙地查看我有没有受伤 眼底清黑憔悴 一看就是整夜没合眼 我的心不自觉软了软 有些难言的感动 田田也赶了回来 不敢直视爸妈的眼睛 在我上楼的时候 他拉住我 咬了咬牙 洛宁 都是我的错 以后我不敢了 你别告诉爸妈 我嘲讽地看着他 大姐 你都想置我于死地了 还有脸说出这种话 他眼里闪过交集 那你想怎样 我笑得毫无阴霾 当然是想要你去坐牢 他猛地拉住我 吓得我后退一步 你还想干嘛 他眼里却闪烁着恶意的光芒 微微压低声音 既然这样 那就没法谈了 你猜 要是我掉下去 爸妈是会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呢 我松了口气 不是想推我就好 田田是大脑发育不完全吗 哪有人自损一千 也要伤人八百的 很快你就会知道 爸妈到底偏心谁了 跟我斗 简直不自量 还没等他说完 我就一脚 把他踹了下去 然后居高临下地 看着他猛逼的样子 虽然这个高度 只会让他破点皮 但我要让他记住 偷鸡不成十八米的感觉 我妈看到地上的田田后 惊呼一声 连忙把他扶起来 田田 你没事吧 我爸满脸严肃 好端端的 怎么会摔下来呢 田田垂眸掩盖眼里的怨毒 然后楚楚可怜地 看向楼梯上的我 欲言又止 我没事 我占了妹妹十八年的人生 她恨我是应该的 我理解 她委屈地抱着我妈 明天我就搬出去好了 但是我舍不得你们 爸妈骑刷刷扭头看向我 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宁宁 是你推的田田吗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 一滴泪毫无征兆地滑落 我爸慌了 宁宁 我们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田田正正看着她 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她声音陡然尖锐 你们不相信我吗 我妈为难地看着她 总要给您 另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小声抽气起来 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田田姐姐要这样做 我明明一直把她当亲姐姐 说着我颤抖地 拿出正在录音的手机 田田瞳孔剧烈一缩 脸上血色进退 蠢货 没想到我会录音吧 而且是每一次 跟她对话的录音 录音清晰地记录了 她一次次挑衅的话语 和恶毒的语气 爸妈从一开始的震惊 到现在的失望无比 根本不敢想象 自己养了18年的乖巧女儿 会变成这个样子 田田颤抖地跪在地上求爸妈 可他们无动于衷 我爸严肃地问 宁宁 你说她要置你于死地 是什么意思 田田的眼里 有着前所未有的恐惧 她嘴唇颤抖息动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拿出一份文件 爸妈翻开过后 瞪大了眼 眼底渐渐泛红 我妈气得呼吸不畅 她死死指着田田 哪怕你生母 是故意换走我的孩子 我都没想过迁怒你 可是你竟然早 就跟你生母勾结上了 现在还要害死我的孩子 田田 你是人吗 我爸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一行灼泪缓缓流下 毕竟是养了18年的女儿 任谁都无法接受 那份文件 是我委托金真真 调查的车祸真相 她不仅查到了车祸 肇事者 是田田生母的丈夫 还查到他们母女早就相认了 故意合谋 想把我害死 警察局里 肇事者也已经招供 这下他们一个都别想讨 田田流着泪抱着我爸的腿 爸妈相信我 我再也不敢了 我叫了你们18年爸妈 你们不能放弃我 我妈将我抱进怀里 气得浑身颤抖 我们可养不起你这样的白眼狼 等着跟你妈一起坐牢吧 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 让你受委屈了 孩子 她的背脊微微勾搂着 仿佛老了十岁 爸妈终究没有心软 田田一家都被判了刑 一手好牌被她打得稀烂 令人唏嘘 金真真知道田田被抓之后 高兴地放了一晚上的烟花 周阿姨知道我和裴然在一起之后 田田都高兴地合不拢嘴 我妈也很满意 和周阿姨彼神储成了闺蜜 有时没事就聚在一起聊八卦 只有我爸 一个暑假都没给裴然好脸色 裴然只能搬出裴叔叔 裴叔叔又是陪她泡茶 又是下棋 又是打高尔夫 不到一个星期 我爸就跟裴叔叔称兄道弟了 去大学的前一晚 我们三家人围坐在亭子里赏着吃饭 爸妈早就放下了豪门的包袱 跟叔叔婶婶们打成了一片 但他们却一天比一天开心 饭桌下我和裴然紧紧牵着手 谁也不愿松开 我爸喝多了 醉醺醺的警告裴然 敢让我女儿伤心 我饶不了你 是 逗得满桌子的人乐成一片 苗壳捧腹大笑 叔啊 您放心 谁都欺负不了您您 裴然只有被欺负的份 那就好 裴叔叔笑骂了一句 继续灌她酒 妈妈们一边嫌弃 一边话家长 眼里洋溢着幸福 陪然贴近我 宁宁 以后结婚了 你不会家暴我吧 我微微一笑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学 不用了 如今的我 再也不会羡慕 嫉妒别人 成功从柠檬精 蜕变成砂糖菊 甜得酷嗓子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